照片中的女孩名叫妮史戈里,今年13岁,来自英国麦谢斯特。 就在上周,妮史战胜了其他高智商少年,获得了2019世界天才少年美誉。 她的智商162分,比爱因斯坦的160分还高。 而纵观她的成长过往发现,天才少年的生活过得的确与众不同。 妮史在2006年出生在英国英格兰麦谢斯特的一个中产家庭。 妈妈Shirumi是一名会计,爸爸Nilanga是一名IT工程师。 Shirumi和Nilanga都是在斯里兰卡出生并成长,直到他们在工作中相遇相识相爱。 而后通过努力工作,夫妇两人在2001年离开斯里兰卡搬到英国。 妮史从小就展现出异于常人的聪明。 妈妈Shirumi回忆印象最深的事情时表示, 妮史在她18个月大的时候,我们一起录制了关于她读绘本的录影。 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的。 Aforable, B-F-O-R-B-E-A-L,妮史不停地重复这句。 不是简单地重复,她完全理解其中的含义。 从那时起,我就觉得她有点不同。 三岁的时候,妮史已经可以独立看故事书了。 但聪明的小家伙,故意隐藏这项技能。 如今回忆起来,她表示, 我一直都非常喜欢每晚睡前爸爸读故事。 为了让她不停地读下去, 我一直都假装不认字。 但很快,妮史的诡计被识破了。 父母发现,她比一般孩子都聪明很多。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, 在妮史只有四岁零一个月大时, Shirumi和Nilanga将她送进了学前预科班。 两周之后,凭借助出色的表现, 妮史被调进了优秀儿童培养训练班。 六个月后, 妮史顺利地通过小学入学考试, 正式成为了小学生。 在同龄人都读四年级的时候, 妮史跳级插班到六年级。 虽然身边都是个头比自己高不少的哥哥姐姐, 但妮史在学习上丝毫不差。 尤其是数学, 每次考试必定买分。 智商高之外, 她还表现出高情商, 并没有因为学霸人设而招致哥哥姐姐的极度。 反倒是通过自己的努力, 和同学们发展出坚实的友谊。 十岁过生日时, 妮史冲进父母的卧室, 表示希望进行门丧智商测试, 作为生日礼物。 而让父母惊讶的是, 原本是一、被、做事儿、的测试。 女儿竟然取得了162分的高分。 要知道, 爱因斯坦和斯蒂芬霍金, 在这项测试中, 都是160分。 从小到大, 林诗最爱做也是最经常做的事情就是看书。 她尤其喜欢看哲学和数学方面的书, 每天放学回家。 她通常做一个半小时的作业, 而后从书架上拿出一本在常人看来很无聊或者难度很大物理书看, 或者是做微积分。 对她来说, 看这些书或者做数学题, 是一种令她感到舒适的放松。 三年前, 在看到讲述斯蒂芬霍金传奇一生的电影《万物理论》后, 林诗对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极其崇拜。 而后她从图书馆里, 借阅了霍金经典的时间简史。 这也算是为这个女孩开启了改变人生的大门。 因为从那之后, 林诗迷上了宇宙和黑洞, 而今获得了耀眼的称号。 让13岁的林诗成为了学校的名人。 很多不认识的人都会跟我打招呼。 他们对我说, 你真棒! 干得好! 还有不少人要求我签名。 有的人还让我签在他们的手背上。 讲真! 我被这种热情吓坏了。 虽然女儿异常聪明, 在学习上完全是一副让父母放心的模样。 但在生活中, 她低父母也对她有不少担心。 妈妈是Romy表示, 从小到大, 运动, 戏剧和舞蹈是她的三大短板。 为了她的身体健康, 我们不得不把她从书里拽出来。 平日我们经常会说, 别看书了, 来看会电视吧。 周末也强行把她拉到户外运动, 可她经常会在书包里藏本物里书, 让我们注集。 对于女儿的成绩, 父母非常开心。 她的父亲Nilanga表示, 在斯里兰卡, 读书是出人头地的唯一方式。 我们也很开心她喜欢读书和学习, 照目前发展下去。 未来她即便是个普通人, 我们也觉得她的生活会有保障的。 而Vishy的想法, 显然凝确很多。 我要成为像霍金那样的科学家。 我觉得我有能力做到。 本书在安排海中的科学家。 而Vishy的。 lot争你 也不不改, 我可以看。 现在这些阴随的它的阴随。